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年还是跟网日一样 都是一样的破款 一样的是以平均分发 200万平均分发给五千读中 那么我们还有其他的学校 其他的小学 国民兴中学 还有教会学校 因为需要根据他们的申请 根据需要来分配 所以不能够像读中分发这么快 不过我们也已经开始进行 今年我们其实在我们提早进行 因为知道说很多学校呢 很希望说可以早一点得到破款 就是我们在10月17日已经发出 去年10月17日已经发给所有的学校 请他们来申请 然后11月23号戒指 那么我们在11月23号戒指的时候 共有收到116间学校申请2013年度的制度化破款 去年2012年的时候 中申请的款额是近4千万 我们有650万 申请是近4千万 今年大家需要好像提高了 中申请2是7千万 7千万 所以我们要分配650万 所以可能有一点 还不到18 还不到18 18万 对可以他们要去降中央申请 这个就是我们要说的 因为中央今年在这个 2013年的一算案里面 有议员给华晓 应该还有 也有另外破款给国中 还有教会学校 所以呢 希望是 所有的董事们呢 学校的各位董事 董事部要积极的跟中央申请 不然一亿元人家花不完 也是 也是收住没有用啊 那么也是希望说这个 魏加强 副部长 他能够快点分发 因为 2012年的破款 2012年一样有 一亿元破款给华晓 但是他们到年底 才破款 不懂他们是不是等大选啊 所以是希望说他们也可以有一个制度 一个制度化的制度 然后可以每年可以 发出制度化 年年都有一个破款 然后呢也能够有一个机制 的来处理这个破款 这样他就可以比较快的 破给所有的人 那么 有一些学校呢 我知道是今年好像有很多间学校呢 要 建学校 或者建客室 所以今年的破款呢 竞争很激烈 那么有 有几间八间学校没有 申请其中包括这个北海 慢慢增华晓 慢慢增华晓呢 他是在86年才建立的 所以他没有董事部 他没有董事部 但是我们的 我们华学会所定下来的指南 就是必须要有董事部 因为呢是破给所有的华校 要有董事部 这个破款是由董事部申请 然后是破给董事部的付口 这间学校没有董事部 不过呢 在过去几年 我们仍然有破款给他 是通过 熟悉部长的特别破款 但是他今年 他说这个中央政府 净悄悄的给他三百万 哇 所以呢 大家要努力有钱的 中央政府有很多钱 肯定比我们州政府多钱 那么州政府是一种 我们是认为 我们是一个带头的作用 认为政府应该 制度化破款给学校 所以呢 我们带头做 所以大家要努力的促成 中央政府也 制度化的破款 当然还有其他州的 州政府也希望可以呢 都制度化破款 那么呢 这个对于华校 就可以减轻很多的负担 谢谢大家 现在我们请了熟悉部长的 社会主席 首先我要感谢 首先我要感谢我们的张英国会委员 成为华教师 委员会的主席 在处理这些非常重要的任务 包括委员会 华汉委员的行政员 王国会 行政员 薛海银 天明女校长 还有我们新的成员 蔡亚汉先生 也一起来协助州政府 怎么样分发这地管家 其实这个是第四年 而且我认为说 在这四年来 州政府的制度化破款 有积极而正面的改进 第五年 对不起 第五年 谢谢 薛海银就证我 第五年 就发不少钱了 所以总共的数目 总数几多 费用 然后总数 150万 你们的150万 我说每一年 每年850万 可是我们去算一下 算一下 我看这个总额 是算数千万 我看最重要的是 我们可以看到 这个所谓 这个滑小 包括途中 有每一年 我看一年比一年强化 一年比一年 可以说在设备方面 更取权 而且我感觉到非常欣慰的是 因为看到昨天的报纸说 所有的五千读中 的学生报名 爆满 刚刚上台的时候 没有爆满 对不对 2008年没有爆满 还是害怕不够学生 现在是爆满 有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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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认为是一种 一种信心的承诺 所以 尤其是当我们看到设备跟设施改善 而提升过后 因为每一个家长要他的孩子 在读书的环境一定要是最好的 所以这种是一种信心 他们看到每一年政府 打气方面不是由口来打气 但是以设计 而直接的行动来支持 当然这个是一种非常重要的鼓励 所以当然像张英刚才所讲的 我们只是一种 叛演一种抛装引力的角色 希望能够刺激到联邦政府 不管是光明正大 还是静悄悄的破坏 也划小而独钟 当然这个是我们主要的角色 尤其是当我们在 金钱财务方面有限的时候 我们尽量做我们能够做的本分 所以我再一次要感谢 所有的无所屠宗的董事部 因为虽然现在有制度化破款 至少能够减轻一点点大家的负担 但是也不能忘记董事部 这几十年来 如果不要说功劳也是有苦劳 能够坚持到几天 我看我们一定要再强调 因为这种的可以说这种的贡献 真的是不能够忽略的 尤其是当我相信独钟 因为虽然我们是谈到佛教 主要今天是要分发解五所独钟 当面对最艰苦最黑暗的时候 基本上你们是可以说是独当一面 联邦政府是希望大家能够自生自灭 但是最终还是能够自力更生维持到今天 我看再一次我要感谢所有的宿布 包括我们的全备 好像NATO3 郑益南 所带动在大三角 而其他NATO NATO NATO 3 NATO 3 的贡献 这个真的是 我看我们不是单单不能够否定 可是也能够给我们一个鼓励 你们的贡献不会白费 我们会继续坚持下去 当然要继续坚持下去 我们有债才能够继续坚持下去 因为到今天 在地对党在这方面 也没有承诺会继续我们的制度化破款 所以尤其是 这些主要的那些种族极端政党 我看 这个是面对非常大的风险 万一是我们不在的话 同时我们也是希望 在破款这方面 我们要在也是要在富裕年邦制服 他们是主要的经济来源 他们要表示而证明他们的诚意 因为如果你没有制度化破款 你是完全是玩一种游戏而把戏 只是为了有一些动机而一些目标 不是纯粹来帮滑销 滑销尤其是独宗 当然我们知道 联邦政府没有破款给独宗 只是可能 心情好的时候就给一些 不是制度化 是个别破款 包括滑销也是这样 也面对同样的命运 所以我们在这方面 也是要趁这个机会 再继续服役联邦政府 如果能够的话 制度化破款 不是单单给滑销 也同时也要给独宗 因为不然的话 你当你没有制度化的时候 我认为任何改变没有制度化 这种的能够一夜之间很容易被推翻 包括像滨州政府 我们每一年把它纳入在我们的预算案 他们是跑不掉 是获得法律的肯定 而且我认为也获得我们有助的认同而接受 因为到现在我没有看到 我们有助而 这个非华裔的社会 有任何反弹或者是抗议的行动 所以我们再一次要再复役 这个联邦政府 能够第一 第一 接受和肯定独宗 对国家的贡献 建国的贡献 经济发展的贡献 来制度化破款 也独宗 第二 也不要 失去 培养出的人才 因为如果联邦政府再继续忽略独宗的话 我们恐怕这些人才外流的话 我们永远找不回 其中一个很明显的例子就是 这个潘建成 潘建成虽然不是来自槟 但是来自盛定独宗 京城在前 他是一个独宗神 潘建成是 弃台湾 因为没有获得联邦政府的重视 虽然他是一个人才 在台湾留学 当然是一个优秀神过出来 自己建公司发明那个 Pandrive 现在大家知道他是个亿万富豪 好彩我们没有完全 先失去他 因为最终 虽然他已经对马来西亚 结枉 而最终 他决定到回来投资马来西亚 当然他是选择 最好的州就是宾州 如果能够有 从独宗出身的 这个人才好像潘建成的话 这个是最好的一个肯定的证明 其实独宗对国家的贡献是有目共睹的 所以我们希望在联邦政府第一 我说肯定对这个国家的经济而建国的贡献 第二也要能够留住这些人才 第三 当然不要摸杀或者是自欺其人 说我们的同考不够水准 当然最后这个第三 希望他们能够承认同考 不然的话 这个就非常难而困难 或者困难来留住这些人才 好像我们一向来强调 全世界的有名大学能够承认 为什么偏偏马来西亚政府不承认 反而承认那些不三不四的大学来自巴克拉 巴基斯坦或者是一些国 所以我看这一方面 就是必须 联邦政府必须要接受他们的贡献 来肯定做这三个步骤 我还要补充一点就是 针对这个途中 好像可以看到 大家所提到的 昨天的报纸在 我看在北部是爆满 在其他途中也是有同样的现象 有可能没有好像在宾州北部这样严重 但是我们可以看到 途中还是受款营 所以在这方面 观担中华途中的地位 希望能够一劳永业解决 魏家祥副教育部长说已经接受 但是董教总组 已经拿出证据说 这个只是 只是 只是 通知 受通知 受通知 所以如果他能够把 受通知变成接受的话 真的是咬文节制 所以希望魏家祥副教育部长 不要再咬文节制 虽然他是咬的是国语 可是 这种的咬文节制的作为 我认为是非常不负责的 而且是要欺骗 华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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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当然 我们这个是一个小小的 一个贡献 比不上 董事部 一向来的坚持 当然 这个也是 明年政府 对 所有的独钟 无所独钟在宾州的肯定 所以今天我要再一次感谢 所有的出席者 来自钟灵 日新 兵华 而菩提 跟寒江 来出席我们今天 这个非常简单的仪式 我只是能够说 我们希望 州政府跟大家同在 我看 我们也是希望能够继续同在 谢谢各位